大家早上好 或许你会问我在 这是我家的客厅里头做什么 我在看手机 在我的手机里头有这样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是我经常用来记录 记录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恩典 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想和大家建议 建议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时期数算圣的恩典 不只是我 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历代 基督徒经常做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属灵操练 那个比方当保罗在困苦当中的时候 神把一根刺放在他的身上 所以神为了不要保罗自高自大 那么就因此呢 圣经就记录了一句非常非常鼓励人性的一句话 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神说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行得完全 所以第二节目我们在一个软弱的时期 有些人在家中孤单 有些人在家中可能会有冲突 我有绝望不过我们尝试了 我们尝试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写一个 我们就数算一个恩典 所以今天我的数算的恩典就是 我感谢主 感谢主能和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小视频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非常实际 仍然体验到他的能力 真够我们用 下次再见